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迪家奥特曼最常见的变身器就是神光棒了 其实它的正确翻译应该叫火花龙镜 不过在引进中国之后使用了神光棒的翻译 简洁明了 外表是金色和透明色 变身时举过头顶并且顶端打开 将大鼓转化为光之巨人的样子 神光棒也是大鼓最常用的变身器 不过第一次变身时 大鼓并没有使用变身器 而是直接变成了光 进入到了迪家水上中 直到战斗结束了 迪家变了回来 在上迂的胸口处也出现了神光棒 而在光月影的对决中 迪家的变身器被正目镜无拿走了 大鼓也失去了变身的能力 2. 黑暗神光棒 在迪家奥特曼剃尾版的最后一集中 迪家变成了闪耀形态打败了战斤绝恶 而神光棒也变成了粉末消失了 可能是迪家本尊认为大鼓完成了使命吧 所以就收回了变身的权限 直到迪家奥特曼的剧场版最终圣战中 封印在《陆露耶移记》中的三位黑暗巨人 由于人类的动作被惊醒了 而迪家本尊曾经的女朋友卡蜜拉 为了让自己的男朋友变回原形 便把黑暗神光棒交给了大鼓 话说你老公是迪家 你非得找人家大鼓干嘛呀 人家都已经有力那了呀 但超8版神光棒 除了神光棒和黑暗神光棒之外 在剧场版《大决战超傲的八星期》中 大鼓还使用了一半时光磷 一半是黑暗的神光棒 这里我个人感觉除了道具 是由黑暗神光棒改制而成的原因之外 可能也是远古有意为之 因为这个世界观并非是原始世界观 而是来到了平行世界的世界观 所以一半黑暗一半光明 也是为了表示跟原版的不同之处了 在迪家奥特曼外传 远古复苏的巨人中 大鼓的儿子真脚翼穿越到了远古时代 遇到了跟大鼓同样具有光遗传因子的少年阿姆尼 由于是古代的神光棒呀 它的造型通气是由石头构成 主体呈现绿色 花纹为鲜红色 握在手里比普通的神光棒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 大鼓儿子似乎并没有发挥出迪家全部的能力 变身之后的迪家也很赔过多久就不行了 而古代少年阿姆尼的能力更强 觉醒之后直接干掉了最终爆 由此可见 血统越老 继承的遗传基因就越多 而变身之后的迪家能力也就越强 所以由此可见 阿姆尼的能力甚至还在大鼓之上呢 5.银河火花 在新生在奥特曼银河奥特曼中 主角李唐光就曾经使用银河火花召唤出了迪家奥特曼 好了那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